2018年8月16日9点45分33秒来源,央视新闻移动网员标题,朝鲜男子在马身亡案,今日判决。 16日上午9时,马来西亚杀阿兰高等法院将开庭审判,涉嫌于2017年2月,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谋杀一名朝鲜男子的两名女子。上午8时20分,两名嫌犯被警车押送至高等法院门前,此前这里早已聚集了马来西亚本地和境外的多家媒体记者。 这两名女子是2017年3月被马来西亚检方以谋杀罪起诉的。据相关人士讲,如果他们的罪名成立,不排除被判死刑的可能性,法院不允许记者进入法庭,只能在一个有闭录电视的屋内观看庭审过程,预计三小时后法官会出判决结果。 央视记者徐玄乐,责任编辑,彭盈一PN062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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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